字幕提供 分享一款打蠟生器 叫20845 所以大蠟就要到那四五百塊而已 在蝦皮買得到 特點就是非常好上蠟 和下蠟 蠟都是水下去打最好打 下蠟 那個方法就是把水擦乾 蠟 所以打蠟用手 不用用機器 就很輕鬆能上蠟下蠟 是我目前打蠟中 遇過最好打蠟的生器 這一關是棕櫚蠟 等一下我們就來實際 打蠟分享給大家看 等一下我們就來打這一片 來實測怎麼上蠟和下蠟 第一個動作就是把 把這個板面用水噴乾淨 先用水把它用濕 用濕後 記得要用泡沫 把這個板面用水 把那個沙 沙子都把它 洗掉 這樣把它 才不會 刮傷車子 好 用泡沫把這裡 上一層泡沫 再來沖 沖 沖掉就可以了 來把它沖掉 就可以開 口水 沖 好 來 沖 用泡沫沖 就可以開始上蠟 好 過沖 毛巾就用桶水 毛巾隨便一塊布 它就乾淨的 像這種粗粗的也可以 這個也可以 喝水把它擰乾 擰乾後 把它折起來 這個辣先要搖一搖 把辣搖一搖 因為我這一罐用很久了 它這種辣一罐可以用很多次 把它搖均勻 把它搖均勻 打開 用這樣就可以了 不用很多 就要平均把它抹均勻 它上拉的方式就是 每個地方都有把它塗到 它上拉 它上拉 怎麼說簡單呢 這樣就是上拉 車 板金有水 最好上拉 整台車就上拉 這樣就算上拉完成了 再把這個抹布 用水桶的清水洗一洗 然後 再一次抹乾 越乾越好 因為現在是要下拉 它擦乾 就下拉完成 了 再坐 重點就是這塊抹布要乾淨的 當然最好是濕的 但是乾的 打水用乾 這樣再下辣最好下辣 這樣就下辣完成 你看 有那個光澤 下辣非常簡單 我用水波給你看 你看 你看 這 你汽車開洞 它水就自動吹 就飛掉了 像這樣 你看 這就已經上辣了 重一點 就是 你要是車子已經洗好了 上辣即使整台車 上一次辣不用半小時 所以 這種水辣再上辣 非常快 很好上辣 又下辣 我剛才說一個半小時是 包括洗車 你要是單純的上辣而已 一台車 整台車 上一次辣不用半小時就好了 所以 我 買了 自從買了這一款上辣 我就 沒有再買其他品牌 因為 真的是 懶人打蠟的神器 好 就 補充這一點 掰掰 所以 真的 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